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部队看过一种情形 相同的一个业务 上一个承办人每天加班到凌晨 这个承办人五点多就下班了 他们的能力真的有差距那么大吗 可能有一些老朋友会说 你以前还不是都加班到凌晨 那不是我能力不好 是那时候接的人事业务真的太多了 谁来接都一样 而且重点是我对人事业务一点都没有兴趣 自己不喜欢的事当然就提不起劲 效率很自然的就变差了 那长官当然也不可能问你说 你想接什么业务啊 你对什么业务比较有兴趣啊 当然是按照你的职务来分配业务啊 还让你选了 这天一个专业士官班的女下士到部队报到了 顶着一个大学学历 他那个时期大学毕业牵士官的例子比较少 要不然就是当军官 要不然就是当士兵 他在大学毕业后也工作了两年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这个女下士应该没有问题啦 有大学学历又有社会工作经验 士官工作对他来说应该是有刃有余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连上交付他的工作或业务其实也都不是很难 但是他就是开心不起来 甚至还常常在营区里面搞失踪 或者是躲在厕所里面哭泣 尤其不能接受上官对他的指导或指责 其实士官阶层就是如此 尽管那个士官年纪比你轻 学历比你低 军中基层各项事物 本来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说白了也就是经验的累积而已 人家要在你面前耍图 只要他说的是正确的 你也不能怎么样 吕部长官也重视到了这个问题 要我帮他调整职务 正好单位的士官兵人士官要去受训 士官兵的人事业务 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我马上请一个七期的 资深女士官去顶了起来 他留下的文书中心收发文业务 就让这个女下世去试试吧 初期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一下 他的作业情形 我发现他真的其实还做得不错 也没有再搞失踪了 过了一个月 他竟然轻松自在的升任了这个工作 以前接这个位置的人 大部分都是凌晨起来挂个文号 大概要弄个两三小时 希望在八点集合完毕后 就到各科室去分送公文 这样就可以为幕僚人员 多争取到一点作业的时间 就连做了十几年的女上世 也都是这样做的 这个女下世既然可以在早点名后 八点前就把挂文号的工作完成 然后轻轻松松着在上午的时间 就完成了分送公文的工作 有时在旅部大楼遇到他 他还经常性的露出一丝笑容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纳闷 到底是他太强 还是以前的几个老上司都在混 所以放对位置真的很重要 像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带部队 对于幕僚职或者是教育职的工作 我就兴趣缺缺 虽然还是会把它做好 但是就会缺少那股干劲 就像军训教官一样 他的工作相较于军中的业务 算是非常简单的了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优秀的领导职干部 并没有去报考军训教官 为什么 因为掌握兵权跟掌握学生 是两码之士 不管如何 放对位置真的很重要 不知道大家对于各班队受训回来 而且得到第一名的人员 有什么样的看法 可能是觉得这个人应该很会读书 不然就是受训是去交朋友的 那么拼命干嘛 或者是 哇 可以拿到军种奖状 知机分应该会提升不少 没错 拿到第一名应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但是部队里总是会有那些冷言冷语的人 自己拼了命都拿不到第一名 而喜欢去嘴人家的那种人 其实第一名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可以奖励他不要落井下石 他们承受的压力肯定比你们这些人还大 我在分科教育的期间为了放荣誉价 所以每周的体能战绩测验 我总是拿出全力来面对 而其他的各项评比也都中上而已 但是因为体能战绩的成绩 占了期末总成绩的30% 而我就是这样拿到了第一名 当时的我并没有喜悦 因为听说前三名有可能要留校 南部真的离我家有一点距离 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队长跟区队长们压根就不喜欢我这种问题很多的人 最终他们要了第二名的同学 虽然心中有点难受 但是我也很快的平复情绪 毕竟人家的仪态跟应对进退 真的比我好太多了 也就是这个原因 我下部队后苦练我的各项知识及口令 最后也得到了各级长官的称赞及肯定 虽然这是你的一个选择 却也可能造成了我一个分科教育学生的伤害 我的第一名故事还没有结束 刚到所属单位报到后 散带都还背在身上 连长马上就询问一些军事准则的问题 我当然不可能全部都知道嘛 只看到连长摇摇头 并说出 这就是第一名的水准 但是这还不是让我最失落的 某天晚上的课前准备会议 连长要我实施试讲试交 我一上场才发现 面对学员跟面对全联的干部 那种压力实在差太多了 而且我试讲试交能力 当时并没有很突出 这次不是连长出生了 连大我一期的学长都在说 你不是第一名的 讲得结结巴巴的 这就是分科教育第一名的水准 所以才有后来我那个躲在厕所 看准则那段 但是我一直很不服气的是 第一名就代表全部的东西都会吗 有种来尬体能嘛 后来我有偷偷看那个学长在上课 笑死人了比我还烂 有一次我的部队非常幸运 分发到了一个陆军专科学校 第一名的毕业生 而且是电脑与通讯工程科的 听说是学校最高分的科系 虽然她是一位女性同仁 我还是对她寄予厚望 常常也在很多场合跟大家说 我有一个第一名的女官 那既然是第一名的通知店官科 当然就要让她去挑战一下 通知店的地域专长 为期三个月的报务四官班 我对她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肯定是闭着眼睛就可以结讯 说不定还可以拿到很优异的成绩 她受讯的期间 我每周都会致电询问受讯状况 一切都那样的正常 终于也盼到她结讯反部 人士拿给我结讯公文时 我整个吓死了 啊 期末总成绩不合格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找她来问话 她只说对报务没有兴趣 期末测刚好换了配对的同学 所以期末成绩不佳 或许是我的认知错误 或许是我对你的期望太高 我有给你机会 但是你似乎没有好好珍惜 所以针对第一名受训回来的人 真的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 尤其是那种学校毕业 或者是分科教育 去结讯刚下部队的人 她对于这个环境的人事物 都不熟悉了 你还要用第一名来增加她的困扰 我想那个压力真的会非常大 我那个女官不就是 失败案例最好的证明吗 她去试高班的时候 结讯成绩也没有非常优异 所以千万不要用学习成绩 来断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或表现 就把他们当成平常人看待就好 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公平的做法 以上是我针对第一名并不是一切 不要再给他们压力了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